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方年50家 梦香和海青的50家健康之旅,我是海青 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道北方的家常菜,甘炸肉段 甘炸肉段通常使用的是猪肉 但是如果你要不吃猪肉,你可以选择使用牛肉 肉肥一点瘦一点都可以 肥一点脂肪含量就比较高了 我通常会选择比较瘦一点的猪肉 先切成两毫米左右厚的肉片 然后再切成两厘米左右的肉段 放在一个容器里,先加入料酒一勺 然后再加入酱油一勺到两勺 然后加少许的白胡椒粉,五香粉 然后加入葱段和姜片 加少许的盐 搅拌均匀,让调料均匀的裹在肉片上面 然后盖上保鲜膜放在冰箱里 让它腌制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你也可以提前准备放在冰箱里腌上几个小时 这样就更入味 炸之前,从冰箱里把肉取出来 然后再次翻拌一下 让调料均匀一些 然后把姜片调出去 之后我们来加淀粉两大勺 淀粉主要是给肉上浆,使肉质比较香嫩 搅拌均匀,使这个淀粉均匀的裹在肉片上面 打入鸡蛋一个 鸡蛋主要就是可以使这个肉段炸出来之后呢 非常的酥脆 继续搅拌均匀 然后呢,我们再加入小半杯面粉 继续搅拌均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干湿程度 如果这个时候这个肉片呢 还是非常的干 我们就可以适当地加一些水 然后呢,继续搅拌 搅拌到这个肉片上呢 均匀地粘上这些面糊 还不至于太稀就可以了 加面粉呢,炸出的肉段除了肉香之外 还有面香 这样和指甲淀粉呢 炸出的肉段的口感和味道呢 都有很大的区别 然后我们来起油锅 油呢,烧至七成热 你可以先放一块肉段下去 试一试油温 如果肉段进去之后呢 周边会快速地翻起大泡泡 那说明油温呢,基本上就可以了 将每一块肉段分别呢 下入油锅 中火 将肉段呢,炸至金黄色 就可以慢慢地一块一块地捞起粒油 然后放到盘子里面 炸的时候呢,要注意观察 并控制火候 如果呢,看到这个肉段呢 上色呢,非常的快 那就要把火呢,减小一些 理想状态呢 就是肉段是金黄色 又酥又脆的时候出锅 千万呢,不要把肉段炸焦了 或者炸糊了 通常饭店里做这道菜的时候呢 都会复炸一次 使这个肉段呢,变得更加酥脆 我一般就不选择复炸了 因为复炸呢,会稀有量变得更大 不是很健康 在家里自己做呢,炸完立即就吃 那这个肉段呢,即便不复炸 也是又香又酥足够好了 这道金黄香素的甘炸肉段 曾经是我小时候,我们的年夜饭中 菜桌上的一道重头菜 虽说现在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吃法 但是呢,过年过节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做一下 可以节一节香愁,节一节香馋 而且通常小孩子是非常喜欢的 明天就是加拿大的感恩节了 我们不妨任性息下,起个油锅 来一个金黄酥脆的甘炸肉段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谢谢收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